说经过恢复重建 九寨沟景区景观品质 已经全面恢复到镇前水平 九寨沟景区将于9月28号 全域恢复开放 届时游客们还即将看到 九寨沟县的12个新景区新景点 7条精品旅游线路 和17个乡村旅游综合体 说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 实际人工合成淀粉 看似科幻的一幕 真实地发生在实验室里 五国科学家 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 从头合成 相关成果 北京世界24号 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科学在线发表 说教育部近日印发的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2022年考研网上预报名 于2021年9月24号正式开启 预报名的时间为 9月24号至27号 9点至22点 正式报名时间为 10月5号到25号同一时段 说教育部23号召开 新闻通计会介绍 将交大队一对一 高端家教 众筹私教等隐形变异 违规补课行为的查处力度 有效缓解群众焦虑 说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通过对辽上金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明确了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布局 说近日一名男子用车钥匙在故宫西华门城墙上刻字 被目击者拍下视频提醒之后 涉事男子的同行游客连声说对不起 故宫工作人员表示 暂未找到刻字游客 但是附近有摄像头会查到具体游客是谁 说香港天文台23号宣布 香港天文台高空观测站成为全球首个获得 世界气象组织认证的百年高空观测站